默学念佛的方法是采用印祖实念法334 在念佛时候,请问是心里想着阿弥陀佛 还是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佛号上 另外,在念佛时,总是害怕自己念的不如法 以至于有时都不敢念 导致无法精进修学,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障碍 念佛时念法,胡晓玲老师他介绍的也很详细 那么他主要主张是技术 你用334技术也行,用55技术也行 这个你自己方便 那我自己也觉得334确实很容易技 因为节奏感很强 那么实念法的关键在于 口念出来,要听进去 听得清清楚楚 口念得清清楚楚 心里也记得清清楚楚 不要贪快 一个字一句的都要清清楚楚 在注意力,还是专注在听自己念佛上 这就是如法的念 你只要听到就行了 别再想其他的 不要害怕说我念得不如法怎么样 这些都是妄念,都要放下 你只要老老实实的 平平坡坡的 把每一句佛号念好 阿弥陀佛 这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一句佛就念成功了 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在里头 跪在老实 你老实真念下去就行 念久了,心就请进